各位朋友 特區政府早前宣佈 將垃圾收費法定生後日期延後至8月1日 而14個廚所包括私人住宅、商場、食肆 西九龍政府合處和院舍等 是由4月1日起實行垃圾收費的先行先試計劃 遺憾的是雖然部署多時 但垃圾收費試行仍然出現不少問題 首先是如何領取指定的垃圾袋 如果是職員上門派發是何時派發呢 在家指定袋用完後去哪裡領取呢 在這些問題還未得到清晰解決之前 是貿然在全港範圍推行 只會產生更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先行先試 需要政府部門和團體實行指導操作的細節 長沙環道58號是一棟三毛大廈視點 幾乎每層梯間都看到有住戶用指定袋 但是做法各有不同 有劏房戶是將指定袋 套在單位門外的垃圾桶 然後是給同層的住戶一起使用 有住戶是將垃圾調入這些 沒有套指定袋的垃圾桶 有兩層的住戶以指定袋獨立去裝垃圾 再放入梯間 有住戶是直言垃圾收費的原意是好的 但是政府只是放下指定袋 沒有教他們怎樣用 老實說 這種推出來的實行計劃是有點擾民的 同時 不用用指定袋去吊垃圾的現象是比較普遍 在柴灣公屋連翠村樓層垃圾房裡 可以看到住戶用非指定袋去吊垃圾 住戶質疑垃圾收費的效果 懷疑未必是人人會守規矩用指定袋 有錢人當然是不在乎這一兩元 但是基層的市民 他們的負擔就會大一些 如果是市民 沒有守規矩用指定袋 政府將採用什麼措施 又會影響垃圾收費的政策實施的效果 有參加先行先試的酒樓經理港 同時仍然在適應 由於廚餘回收的相關配套 的設備仍未配齊 因此酒樓只能跟以往一樣 將廚餘和其他垃圾 混在一起去處理 加上若是回收點太遠的話 員工也未必願意將廚餘運到回收點 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部門統籌考慮 關於垃圾收費的幾個新移民 首先要明確地 垃圾收費之後的垃圾處理方式 其次要明白 垃圾收費的目的 或者重要途徑 是垃圾分類 如果垃圾不分類 只是用指定的垃圾袋 將所有垃圾包圓 就會影響垃圾收費的成效 最後 在垃圾收費實施之前 相關的配套措施 以及機制 要先建立起來 現在 已經有大廈的住戶 不知道去哪裡領取這些指定袋 有住戶不知道怎麼做 代表了相關配套措施的貴乏 如果以此情況 在全港範圍推開 真的不敢想像 這個政策會遇到多少的新問題 這些問題 是政府部門 以及相關的區議會 關外隊 應該提早想到 提前向市民解說 提前告訴市民 應該怎麼去做 如果回收問題未解決 垃圾收費意義是不大的 如果先行先試 結果顯示不理想 相信特區政府會再詳細考慮 是不是在8月推行 垃圾收費計劃呢